一场作死的跳水比赛到底能有多惨 其中一人当场紧追骨折 险些当场丧命 你敢从这100米高的地方往下跳吗 我猜你没胆 你冲这位选手见起的水花就知道 会遭遇不测 没错 就是这位首发的选手 没有跳水技巧 险些命丧当场 目前只有11根手指可以动了 岸上的同胞也投来了看热闹的目光 注意看 这个小伙可不是女人 只见他一个高空螺旋超级变态 直接落水 见起百丈的唾沫星子 你看他跳水的优美姿势 随着重力的影响 他高贵的头颅居然先入水 庆幸的是他竟然没事 原来他就是铁头阿童墨啊 这个男人叫光头强 他经常在沙漠里跳水 所以练就了这一身好奔礼 这水花见起来得有千丈高了吧 看把旁边的小伙 吓得都花容失色 让我们再看一遍 他精彩的瞬间吧 只见他在时速8万米的速度里 瞬间转换了体位 不可谓不是一绝啊 入水的姿势更是像银针一样 瞬间落地 光头强你真强 这个体重90斤的小胖墩 见起的水花一定不会小 只见他在空中不断调整体位 只为自己的脸 不要面朝大海 啪啪打脸 这位胡子哥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浪失不小 脸也生疼 你看给孩子整得大气直传 又一个跳水瘫痪的 这位托马斯螺旋转哥 不小心头颅和跳板相撞了 看着都疼 只能说托马斯转哥 是真的溜啊 这样的户外跳水 你敢来跳吗